Find me some cartoon 喂!Cartoon? 你不必要 Pitaman?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Danny 溫寧明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就是這個Apple TV 最新的版本 TV 4K 我手上這個是64GB 和我以往舊的大切上限都差不多一樣 但功能就是很大分別 單單撕開也有型 這個就是裡面 裡面有什麼呢? 首先有自己本身的這架 Apple TV 還有這個remote 這個控制器應該是這次Apple TV的主打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掛賣點 Apple TV比較厚 它的控制器 插頭 說明書 這個鍵盤 這是做什麼呢? 這是用來搽我們的remote control 好 這個是舊的 這一個是新的 更厚 而且這個黑色 我覺得很漂亮 這個黑色 好多喔 喔 有藥 可以用來做我的tumnel 好漂亮 後面有插電 還有HDMI 還有Dialup 這個鍵盤 值得注意一下 就是這次的remote control 好漂亮喔 你看到 它的remote control 後面有它的logo 首先 然後在旁邊 這個麥克風 可以讓我們叫Siri做完 很容易這樣用 操控 可以scroll 轉去 像我像AirPod一樣 跟以往差別很大 好了 Hello 你看我可以轉去 你看看 現在裡面有很多東西玩 就是Apple TV自己本身的作品 然後就是音樂 即是我們可以選擇我的iCloud Playlist 在這裡 和我們一起分享 甚至乎還有我們的照片 你也可以分享你的照片 在這裡 如果是公用的話 最好是可以選擇 而不是有些東西 不讓人看得到 每次照片就不要 還有就是Game 這個才有趣 原來它可以有很多 很棒的遊戲 給你打 然後如果你有Game Console 你還可以關在一起 這樣你就可以拿 Game Console 操控器 用它來打這個相機 這個很棒 然後還有這個Fitness Plus 可以在這裡 即場 看著它 運動 應該也有很多東西 你也能看到 你可以下輩子 一起下輩子 都可以下輩子 或是Amazon 等於同樣 等於跟同樣的 你也能下輩子 你也可以下輩子 然後你會下輩子 可以 再加尋了 喂 卡托納 Pinaman Godfather 這個就是簡單地 Apple TV開箱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不過現在時間關係 所以沒辦法好好介紹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記得訂閱Like和Share 當然追蹤我的Instagram TikTok 這些事情你要做 所以下個影片再見 記得留言 拜拜